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先前两次南下要拜访这前云林县长张荣卫 都是扑空的 而昨天侯友宜是在党主席朱立伦的陪同之下 前往张荣卫的家里头来参选 两个人终于是见上一面 而朱立伦表示了 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杀架民进党 过程当中张荣卫也会变成团结助力 而其实张荣卫的妹妹 也就是云林县长张立散哲认为了 现在是团结合作的最好时机 也要外界少安无招 来市长欢迎 侯友宜下车云林前县长张荣卫 主动伸手和侯友宜握了握 妹妹县长张立散和女儿张家俊也在门口迎接 虽然没有闲聊太多 但侯友宜三顾云林 总算和挺郭台铭的地方要绞张荣卫见上一面 我们今天大概想要跟县长聊什么东西 我们先好好吃餐饭嘛 多久没碰面 好 谢谢 是否是当中央出手安排没名说 但侯友宜前两回到云林累龙stay 张荣卫都恰巧不方便 这回特别作东在家中设宴 招待侯友宜 一个多钟头的谦虚究竟聊了什么话题 他跟侯市长也是老朋友聊了很多 最重要都是希望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老县长有这样的决心 他会变成我们团结的助力 大家拭目以待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跟沟通 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要以大局为重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稍安物照 稍微给大家一点缓刻的时间 尤其现在有机会坐下来谈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时机 最提谈什么 出席残序的人几乎没松口 但看得出这顿饭 反郭台铭拔装异胃农 背景张荣卫长云林张家地方实力雄厚 若转向挺喉 云林这块就能保住蓝营基本盘 下午挺喉大会造势 但是刚辞去云林县议长的沈宗龙也到场 侯友遗憾当中央整合地方派系 立抗郭台铭 记者最好报道